儿孙自有儿孙福 儿孙不如我 要钱做什么 儿孙自有儿孙福 莫与儿孙做牛马 儿孙胜于我 要钱做什么 儿孙不如我 要钱做什么 儿孙的将来 要看他们自己的努力和福分 做长辈的 不必为他们过多操心和操劳 儿孙比我强的话 他自会挣钱 没有必要寄钱给他 儿孙不如我的话 留钱给他 反而害了他 留给儿孙的 应当是生活的本领和精神财富